新聞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 我有看到新聞說 有一個導演出來叫李連傑快逃 因為他說李連傑你是下一個 盛美 為什麼會這樣 這個導演呢 他是在直播當中就說 那下一個是誰 那大家就開始點名 那這個導演也就是說 李連傑你快逃 為什麼點名李連傑 其實他後面還點名了一串的人 是因為在這一波整肅的當中 有一個說法出來 就是中國官方已經提出了限籍令 在中國大陸賺人民幣 其實真的不容易 剛剛各位都提到了 他三不五時 就會提出一個限制什麼什麼 早期有限於令的時候 只要是臺灣籍都不能當主持 也不能直播 例如我之前做過大陸一個直播 做了一百多集 那因為他們人大快要開了 他們就會清查 有沒有臺灣的主持人 一發現臺灣主持人就馬上停 為什麼 他們覺得風險太高 不可控啊 不要 就是這段時間你就停 大家也知道明年二十大 怎麼這麼害怕 很害怕 很正常的 很害怕 就很多限制 其實同意大家跟你知道 像我手上這個刺青 就是在大陸的平台 是絕對不能露出 我如果露出 我的罪就很大了 你就是劣跡藝人嗎 我基本上就是跟趙薇一樣 要被消失 所以如果我要上大陸的平台 我都會把它蓋住 那因為它會有很多的 小細節 可是你這怎麼蓋啊 你就在 用那個很厚的 蓋斑膏把它整個這樣子 然後要很小心很小心 像男生不能有耳釘 大家也知道嗎 因為臺灣其實很多男藝人 都會有戴個耳環 那個是很嚴重的劣跡 那賣賣相有戴耳 然後那個鼻環呢 那還得了 還印度人 但是固定要戴口罩上節目了 那是不可以的 不可以 那為什麼 媽媽你真沒有嗎 沒有 他其實耳環是 戴在別的地方肚子上 肚子 肚子 我也跟大家講 我沒有環在身上 難怪你們兩個粉絲 會互相公布 互絲 那為什麼扯到李連姐 還有其他一些 甚至這幾天 還有很多臺灣藝人被點名 包括趙又婷 對 包括王力宏對不對 其實跟國籍有關 因為李連傑 大家知道嗎 他這幾年其實住新加坡 所以大部分人也在那邊 包括趙薇本身 具有新加坡籍 因為黃有龍很早 就已經住在新加坡了 那這些人 就會被中國官方點名是 那你本身有這樣的國籍 會不會也會涉及到其他的 比如說不法行為 我們剛剛提到 那李連傑照理說 因為一直以來他形象都蠻好的 對 他有一個義基金 對 他有做很多公益活動 所以被點名 我認為唯一的理由 就在於國籍的問題 就你擁有 對 你擁有新加坡籍 那為什麼這樣 你沒有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 可是他最賭來的是 就是你賺我人民幣 結果你拿的是別人的護照 他認為你這樣子的話 是不效忠的 不忠 對 所以在社會一點才會這樣講 不是 娛樂全是這樣 你外國人來台灣也可以 像有一些日本藝人 在台灣賺錢 他也沒有入台灣籍 美國也很多外國藝人 在美國賺錢 可是洪毅大哥 我補充一下 這次吳亦凡事件 在他被抓到之前 他媽媽已經包機好 要回加拿大了 那是因為這個消息洩漏 所以就提早就把他形式拘留 所以他們會覺得 那你擁有其他的國籍 那你是不是就是 一出了事情你可以跑 趙輝這次也是 為什麼被傳出來說 他可能到法國去 是因為他在法國 花了一大筆錢 買了一個酒莊 他也有可能 隨時能夠去法國 那你本身又有新加坡籍 那你女兒又在香港 所以他們會覺得說 就像我們又回到 原先的說法 就是說這麼多的藝人 跟公眾人物 他擁有了其他國家的國籍 那你的錢 也很可能就往外搬 你是比我們方便 我說實在 很多人說吳亦凡 你要跟他求償 尤其是騰訊跟他求償 沒有辦法 因為錢他已經搬回加拿大了 你找不到 所以其實就是我們剛剛講 像莊武健一再配工 他不是因為你國籍問題 他是因為你背後的那些 還有你帶給一般的 你是作為的演藝圈標竿人物 你帶給一般人的觀感的印象 因為有一段時間 大家每個人都說 鞏綠是什麼籍 這個趙薇什麼籍 好像大明星都是外國籍 都是外國籍 那你對這個國家來講 他的認同是什麼 為什麼這些人都要拿外國護照 這是一個心神上的一個問題 不是 這些大明星都拿外國護照 該檢討的是政府 那不是人民 但他會這樣認為 你只是 他的心在外面 你只是把他說 你得中國籍這樣子 我跟你講他的戰狼 我在大陸北京看的戰狼 戰狼的Ending 第一集的Ending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護照 他就他當然因為他很英勇 那些他最後的護照就是說 只要拿這個護照 你到全世界任何地方 照片都怎麼樣怎麼樣 他也宣揚 他一定是覺得我這邊最好 可是你明星還這樣子 背道而馳下去 那我問江 他大明星都是外國籍 那有錢人是什麼籍 外國籍 也是外國籍 那為什麼呢 對 所以他就是要 可是我覺得 那你看馬雲 他有第二個國籍 不敢有 一個極權國家 他要的是權 錢 人 這三樣 而且我們活那麼久 就位置這三樣 權他當然是極權國家 他不用改選 人 你怎麼跟我一樣俗氣 人 你必須在我管得到 我叫你回來就回來 我可以把你拘留就起來 錢 你不可都移到國外 移到國外去 我很難去把你追回來 所以只要跟這三個 他控管上面 暫生他的危機 他都會想辦法 去把你做一個 適度的調整回來 因為我剛剛看 我剛剛提到 台灣的中共的貪官 如果你沒有外國籍 你怎麼A錢 我都不擔心 我早晚收了你 你怎麼去買字畫 去包養 買幾個套房給小三 我一收全部收回來 但是如果你的錢 是藏在國際金融IPO 我是螞蟻金服的控股 裡面的股東 國際發行以後 我可以在國際市場去買賣 那中共不能禁止說 禁止已經在美國 那是上市的這個螞蟻金融 不能在國內交易股票 那美國會 那隨時是國際事件 所以他現在很擔心一件事情是 如果我再不做任何的控管 人跟錢上面的控管 將來很可能會造成 就一發不肯 說我根本管不到 台灣聯電 以前有個董事長叫曹行成 新加坡 他是新加坡 如果我沒有記錯 他是為了稅的問題 因為他認為錢放在新加坡 對他來講負擔比較小 我記得王文養的公子 他也是新加坡籍 我覺得他也是為了稅的問題 人都還住在台灣 可是他財產在那邊 稅可以少很多 那台灣就是個自由的國家 沒有說你不能把你抓回來 錢給你給我回來 就是說國家是用制度在吸引人 他怎麼是用強迫的你知道嗎 對不對 那為什麼他越強迫 他其實人越害怕跑出去 對不對 那他有說這次要嚴懲的 有私德私犯 對不對 德是道德 犯是典範 因為台灣叫做什麼 台灣是你只要犯法 我查到我就追究 對 可是我請問德跟犯怎麼 怎麼定義 我這樣講 私德私犯 那這個就是又牽扯到 回頭來講一言堂 我說你私德 你就私德 我說你私犯 你就私犯 因為共產黨在抓人 扮人的時候 一定有一個最大的關鍵 一定是抹臭 抹黃 抹瘫 那我這些東西 其實我告訴你 共產黨的情治系統裡面 早就抓在手裡面了 他要不要放出來而已 那他覺得實際到了 他就會把這些所謂的黑資料 糞水全部往你身上潑 然後再加上民族主義的作祟 那開玩笑 無所匹敵 我要辦誰一定辦得到 這個等一下可以請國務員來講 就是說張哲瀾的媽媽 開了一家公司 這也興起文字獄 是 你知道嗎 就是說如果你沒有一個 非常清楚的界線 你隨隨便便 就可以安置人家罪名了 是